地对空飞弹射向天际 俄军节节败退逃回俄罗斯之际 不忘攻击乌克兰基础设施 包含这座克利弗洛水坝 水坝被炸得体无完肤 滚滚河水决堤而出 俄罗斯临走前故意捣乱 这8枚10亿飞弹轰炸之后 导致大约65万军民都被要求撤离 而水坝下游 正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老家 但更惨的还在后头 乌克兰最近收复许多师徒 包括哈尔科夫的要塞城市一九亩 想不到泽伦斯基亲自走一趟才发现 当地出现至少440个乱葬缸 仿佛当初的基辅市郊不查证2.0 最恐怖的是这些乱葬钢还暗藏危机 子勒斯基气到这一度向国际喊话 不过刚刚历经意外车祸了他 演讲仍气宇宣昂 丝毫未见伤势 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也抵达乌克兰表达支持 泽伦斯基顺势提出希望加入欧洲单一市场 在战争出现好转迹象的时刻 先救经济 范德赖恩则挂保证一定力挺到底坚决制裁 期待乌克兰趁胜追击夺回所有师徒 赞恩新闻 杳黑卷报导